尊敬的客户您好 欢迎您体验和使用公司的WS-860擦装机型产品 先将本产品的使用规范做如下说明讲解 开机前准备 第一步 我们将包装彩合打开 放在第一层指头的有产品说明书 遥控器 电池 擦布 第二步 将机器取出 令检查机器底部擦布案中是否评准到位 第三步 取出指托里的适配器组件 纸盒里面装油 试背器 延长线 电源线 适配器 各组件用途为 电源线 直接连接电源插入用 延长线 当机器操作电源线长度不够时 可使用延长线进行连接 适配器和电源线机身线连接 作为供电电压 编换设备用 第四步 机器依次连接延长线 适配器和电源线 注意 延长线两端连接后各扭转下 以确保延长线两端连接不会出现松脱的现象 接通电源 准备工作 第五步 我们在使用前 要系好安全绳 将安全绳系在 窗户旁边的固定物上 并检查安全绳 绳结是否松脱 开机运行 第一步 如窗户玻璃上灰尘较多 先用一块擦布在玻璃中间 擦住一块积极大的区域 以确保机器能更好的系附在玻璃上 及擦拭的效果 第二步 开启电源开关 这是蓝灯会亮系 我们要确认 风扇已转动后再放置在玻璃上 第三步 将机器头朝上 机身先向下 平整放置在玻璃中间 确认机器已系附在玻璃上再放手 机器语音提示 主人 我准备好了 按一键启动键开始 机器将进入自动擦拭的状态 先进行N子行擦拭 再进行Z子行擦拭 最后回到原点 第一次擦拭 以干擦为主 第二次擦拭 可适量地在玻璃上或擦布上 喷一些水 以确保擦拭的效果 第四步 完成清洁后 机器会语音提示 主人清扫完毕 先抓取机器 再关闭电源 用干净的擦布 将机器皮带和底部进行擦拭 清洁 最后将机器 及配件规范包装好 放置在安全为止 以便下次使用